腾讯视频开播了 由清冷月同名小说改编的古装偶像剧 且是天下 这部剧讲述了风蓝溪和白风溪 两位出身显赫的风云人物 经历种种收获爱情 携手闯荡天涯的故事 该剧在首播晚上八点和观众见面 一口气就放出来了八集 稍微算一下大家就会发现 如果谁要是晚上连续不断把这八集看完的话 就得一口气熬到半夜两点 但即便这样 在这个工作日的晚上 这部剧的播放量还是迅速攀升 景次于已经播出了好长一段时间的 恰似故人归合 祝今好 排名第三 也可能正是基于此 便有很多的娱乐博主站出来要蹲一个反馈帖 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态度 在这众多反馈帖的评论底下 主要有两股声音 第一股当然是来自于粉丝 他们剪好的说 表示这部剧的打戏特别出彩 很有S家的质感 一看就花过钱 招式精心设计的花里胡哨 再有就是看脸 洋洋穿着古装 真是帅绝了 赵露丝的哭戏也很惊得住考验 另外一种声音当然就是和这个唱反调 对其表示十分不满 剧情拖沓无聊 在人们入睡的时候轻易地催眠大家 还有一次启用了观众 熟到不能再熟的配音演员 边将一开口 大家就瞬间跳戏 脑子里面全都是那一句句经典的台词 比如赵莫生 你欠我的拿什么还 反正 两方势力各执一词 互相争执不下 马上就要短兵相见 首波头一天的反馈就这般的烈火汹涌 想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也是最能引来诸多人纷纷下场斗争的 便是两位主演 经此电影 杨阳的事业可以说是遭遇了滑铁卢 Beaking油腻 竟是些负面的形容词叠加在她身上 粉丝看着心里不好受也就罢了 怕的是粉丝干脆直接流失 所以 杨阳需要一部能够证明她是真美男 而非油腻男的剧出现 饰演女主角的赵鲁斯 这是她第一次饰演S级别古装剧的女主角 也就意味着 要和她之前一直在网剧中饰演小甜妹的形象 画出一条界线 从前 她被大家嘲笑是网剧咖 如今 她要拿出来不一样的作品给大家呈现 那么 究竟她能不能够稳得住S级 能不能驾驭除了小甜妹之外的其他角色 初次的表现很关键 两位主演出演这部剧都带有一点特殊的意义 着急要让人看到不一样的自己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想要抢占首播这一天的舆论高地 第二个原因 就是要环顾一下最近的市场 前文就提到了 该剧开播首晚 播放量就仅次于 恰似古人归和祝清好 但仅次于还是次于 这两部剧的主演 有现在两部剧同时播出的任嘉伦 和杨阳是前CP的迪力热巴 正处于攀升期的郑叶成和袁冰岩 各个都市对手 谁都不容小觑 平时这些人就存在着一定的竞争 这种时候当然更甚 退一部讲 哪怕是这几部剧有很多的不同 但归根结底都是偶像剧 几个演员的定位也都是小生小花 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 就国产剧目前的表现水准而言 不可能每一部剧都好到让大家无法舍弃 一部剧吸引了一个观众 另外一部剧就会丢掉一个观众 最后是因为一个历来的规律 一部剧要想低开高走很难 大部分剧的宣发都根据先下手为强的道理 着眼于猛攻于前期 低开高走的剧不是没有 甚至于说是大有人在 但是大家见过有低开高走最后爆了的剧吗 没有 只有高开才能爆 前面一两集或因为滤镜剪辑和其他负面的新闻消息 导致一些不错的剧失去了先机 尽管最后因为其内容够优秀而逆袭 但却已经失去了 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爆剧的机会 可是一部普通的剧 前面依靠着密集而强烈的宣发 在一开播的时候就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 哪怕后续动力不足 他也已经矿进去了一批观众 谁让有些观众一旦开始追看 有点几句话 那就跳下去了 就这样 一路过了 有点几句话 爹 我轮得再一步 我打算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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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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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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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